如果把二战中那几辆最有名的坦克放在一起 比如美国的希尔曼 苏联的T34和德国的虎豹放在一起的话 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 是美国和苏联的坦克炮塔要更圆一些吗 你看难怪大家都会叫它卸馒头了 而德国的坦克炮塔却是防风阵阵 有能有脚的 为什么 最简短的答案是 他们一个是铸造的 一个是焊接的 可再要往里面再问一层呢 为什么美苏要用铸造炮塔 而德国要用焊接炮塔呢 答案就有点意思了 是一个比另一个更好吗 不一定 其实不管炮塔是铸造还是焊接的 都各有优缺点 咱们分别来看看 先说焊接的 它拥有更好的质量控制 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生产设备 以及通常情况下 能够以更轻的重量提供相同的防护 但是它大大增加了工时 以及增加了对工人技术的要求 反过来铸造 它生产加工的速度可要更快 可以制作形状更加复杂的物体了 尤其是对带有复合曲线和角度的表面而言 几乎就只能选择铸造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圆形的炮塔的话 那么就只有铸造这一种选项了 而恰恰 圆形炮塔通常比扁平炮塔更能够弹飞炮弹 于是 这也算作是铸造的一个优点 但是它需要大型重型昂贵的机床 以及更多的原材料 好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你大概已经明白德国人选择焊接的逻辑了 首先他们本来就拥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 但是基础设施却比较成就 没有那么多的大型机床 再加上他们的这些工厂还经常会暴露在盟军的轰炸机下面 所以就更不能添什么大机器了 在小而分散的工厂里面靠人工焊接作业的方式会更加灵活高效 而美国或者苏联他们本来就拥有大量的机床 而且坦克工厂还远远超出了德国轰炸机的射程 因此可以继续安心的添置大设备扩充流水线 以更快的速度制造那些看起来没那么精致的坦克 以数量的优势来碾压对手 同时他们也的确不缺物资 至少在美国这边物资短缺的问题 还真的就从来没有碰到过 于是铸造炮塔 当然就是上选了 我们下期再见